終於到家了,遮沉了一天 但是買到自己想買的罕見的魚就很開心啊 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看我們今天帶回來的 嘿嘿嘿 超大地瓜魚 這樣看好像有點反光 大家看不太到吧 我一口氣買了三隻地瓜 來囉 看我們的大地瓜 這個地瓜包裝很不一樣 你看他還用一個盒子怕他把袋子搖破 很兇的魚喔 如果抓這個要非常小心 不要被他搖到 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他有多大,我用手抓起來 這麼大的木瓜 台灣非常罕見 這大概在12公分吧 我等一下用尺量看看 這個剛剛運送回來的時候 顏色都是黑黑黃黃的 要養一陣子之後 他顏色才會顯微回來 但有些會回不來 我們來看看他有多大 那抓他要非常小心 盡量不要抓到他的嘴巴 盡量不要抓到他的嘴巴 這個尺寸我們這樣看起來 四十二公分沒有抓 木瓜他也是會膨脹 但是要讓他生氣要挺用力的 這隻的下巴有兩條線 這裡也有兩條線 可能是成熟的木瓜才會出現 我記得我養小木瓜的時候不會有這樣的 木瓜是比較不容易生氣的 有些河豚就馬上生氣了 是不是像地瓜 但是它叫红木瓜 觉得它比较像地瓜 整个黑露露的 很爱喷水 喷了我满桌子都水了 走 带你们去新家